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啊 物很大 昨晚在这家民宿地下停车场 坐了一晚上 早了还没刷牙 还没洗脸 待会儿上服务区 在服务区上面有热水啥都有,在服务区洗个脸,然后搞点吃掉 那今天到恩斯,把这个路线都已经规划好了 现在是9点半,出发了 在峡谷底下,像这样的陡坡,就像这样盘下去,然后就是下坡 据说到重庆,到恩斯这边,现在的陡坡也很多 这也是考验这一台房车,看这台房车丢尽,它怎么样 这边是悬崖峭壁,底下是万丈深渊 那个家,不知了喽 我感觉怎么不是走高速啊,好像是G21 这走得有,将近70公里了,一直在这下来到路上跑 前方关道来车,注意不要压线 又是盘山空路了 你看这个路关道,有多少,走到岛上面看一下 哦靠,这个路好难走 来,从这边,马上高 哇,这个山路啊,前面你看,呼气撩到啊 我想这个油只剩两个了,我说现在看不到加油站 沿途风景还是挺美的,前面那个山 400米后向右转弯,前方关道来车,注意不要压线 这一路上,现在的小镇好多,怎么就看不到加油站呢 终于看到了啊,这里一个加油站,赶快把油加满 加了300块钱油,从下一站上有点水啊 打了一刀水,洗一下,到现在没洗脸 我认为走高速,走的都是这个山路嘛 搞了点水洗了个脸 现在是吃一点半了,不是吃早饭啊,吃午饭 现在不能动火啊,微不如 把饭打热 这个鲜鱼啊,再搞点香辣菜 这个饭出来还是方便啊 想要吃饭,车子一停就能吃饭 其实走啊,还是要走高速好 方便 准备走啊,我带你们开个车上个地方 对面是高加燕镇,人民增速 距离木的地还有184公里 多个月吃饱了,车子油一加上的 就这样子哈,慢慢跑,也不急啊 到达高加燕收费站 哎呀,终于上高速了 谢谢你哈 好,只有上高速开的就算了哈 下高速了,前面是恩斯大峡谷收费站 看收费多少啊,250公里 135块钱 一录音机还有2.3公里 这个录音机也是朋友推荐的啊 说边上一条河,景色也不错 走向右后方行驶 哦,就这里的 这边有个600米左右的小路 就这样的小路,不太好走 慢慢下去啊 哎呀,吃新的牧丽地到了 房车就停在这里,我们一起看一下啊 这边有个水塘啊 那边还有个人在钓鱼 呃,景色看起来还是不错啊 在这里 呃,这边我们到这边看看啊 感觉我房车停的那个位置不太平 这边要平一点 待会我看把它调整到这边来 哦,这边是种草莓的 这个地方不能清除啊 我要撑在这里那儿就好了 原来这边有条河 我刚刚鱼这边是一个汤 哎,这里不错 我感觉蛮好的 可惜我不会钓鱼啊 你看这边,河里 我想应该能钓鱼啊 你看上面房子 是您的房子 这里啊,也就是圆山台 正好前两天啊,跑累了 在这里啊,轻轻轻轻 休息一下啊 刚刚把位置调整了一下 这个要稍微平一点 就这样啊,把五星王鸡飘起来 好,那还没有变成熟 这边的房子 是一个图子 我现在还没有用 是什么地方 所以我们看到它 是什么地方 你是,你说,你说多少钱啊,就给你 10块钱算的,10块钱哈,好的好的 10元,对吧 这个菜学习啊,底里菜搞起来的 搞个炒青菜啊,辣椒,把那个牛肉炒一下 赶快炒菜啊,不炒天黑了 刚刚发视频,现在是六天啊,把视频发好,才能炒菜 我吃呗 菜籽油 这锅不行,这要打滑 盐,味精 好了 菜籽油,盐,辣椒 牛肉 菜籽油 OK,好了 毛不自敲啊,倒下来 今天这个,这个,这个好啊,这个新鲜 菜籽油 来,蒸一碗,菜不错,先给你们一碗 拌杯拌杯 今天,泡车,泡了好几个小时,有点累啊 其实我很喜欢这样子 我喜欢,这个乡村 你看这个啊,往连海堆几个小时啊 上面民宿的一个老板,就是很小 这两个 在他父母吃的,这个农牙的很大啊 晚上我给他来喝酒 他很勤劳 这不水汤吗 他还在那个地龙啊 烤鱼 家里还要烧菜 没时间过来 他晚上有空过来做 这个村民啊 其实都是很村 你对他好 他们也会对你好 还有几个 他还带我当香道 他说你一个人在外面 我们也没事 给你当香道 玩得好啊 哈哈哈哈 我也不知道说的真假的啊 他说明明过来 其实我录影啊 我最喜欢的就是这种感觉 乡村啊,田园啊 我就喜欢玩这些地方 我今天啊 我今天啊 准够煮腐蜂 吃了伏GE 煮isches 你在吃的你吃就很快 wreck ちょっと不男生 我是喜欢 你 你 鸡肉 这里的村民非常有钱 食饭都要挖满路了 鸡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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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没关系 还可以 还有细菌 卫生产品都有 有没有喝的 不喝 这个湖北的毛布酒 不喝 不喝 你们这生活有钱 我羡慕你们这样的生活 你这个生活也不拼啊 也好啊 我们就是说这儿没完 是啊,你们开着开着到处我们完 对对对对 我们都吃过了哈 好好好 好好好 还有白米酒把干掉啊 再干一杯啊 嘿 三杯酒 慢慢喝 反正微波炉大 这点饭后也吃不了了 我把它吃吃一下 然后洗一下 今天晚上我要早点睡了 今天实际上是200公里 跑了去的山路 有点疲劳 我把他们收拾一下 我们明天见